刚才接到朋友的电话 然后问我时间方面怎么样 因为约好了今天见面 我说今天早上坐公交车方向坐翻了 然后我又蹦起来去等地铁 我说就得迟到了 表达歉一问 其实也怨我 然后也怨这边公交站牌标的不清晰 你看这个也是标着什么MUNI 市政公交站点的ID 站点的编号15554 你看就这样 然后你看不到什么信息 我觉得很少有坐公交车的 会有这个心情去看这些像蚂蚁一样的字 而且这些字我也真的看不太懂 它就告诉你这种换乘的 或者交通的频率 告诉你几点钟怎么怎么地这样的 它仅仅告诉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用这些信息 它最要告诉的信息是 我反复的说 但是这个站牌 这个也算标着吧 这是写着时间是上午的7点28 然后还写个什么14米神 我还不懂 什么49米神 那就是MUNI街的14路 MUNI街的49路 13MIN 12MIN就是minute分钟 就是说多多分钟之后 这个车会来 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你就告诉你这个车 它说这个什么 49米神 这个49呢指的是49路车 米神呢指的是米神街 那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站是什么站点 你只知道这个 这个后车厅 你这个是哪条街的这个哪个车次 你不知道这个站点是哪个站点 所以这我就完全不理解 老美他们是一种什么思路 这么设计公交站牌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这个公交站牌 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标上 这个站叫什么什么站 然后下一站什么地方 你看它这块就写着什么 14MISSION 49MISSION 这样子 很无奈 但是这个上面也写着 14路 开往圣河赛路 Deddy City Deddy城 49路 开往什么城市大学 但是 你就说开往城市大学 但是你中间这些站点呢 对吧 中间这些有多少个站啊 都没有 所以很无奈 很无奈 继续走吧 早晨 一大早晨就吐槽 然后另外呢 刚才接电话 也有感慨啊 你看这边 这边是一个华人的餐馆啊 但是好像 好久都不营业了 这边 好像没开门 其实我还是更倾向于 朋友们平时 尽量通过微信 留言的方式 我不太喜欢 总是打电话 因为 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确定 对方是不是在开车 对吧 是不是在洗澡 是不是人家那时候 手里 对吧 正洗手呀 或者 不方便 拿电话听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实际是非常 不太情愿啊 至少我很少去 给别人打电话 除非是 有种情况 我给他发微信 他不回 对吧 而我这边呢 或者说 出于 对吧 彼此交往的需要呢 又很紧急啊 不得不打电话 这时候我才会打电话 一般我是通过微信啊 去告诉一下 对吧 自己在什么位置呀 或者这种常规的 不是特别着急的 去微信留言啊 我到哪了 大约几点钟 见面啊 仅此而已啊 我尽量的 我不会说 随时的 有时候有个电话 因为 一个是对方不容易 不方便接 另外一个 打电话是非常好手机 这个电的 真的 特别好电的 你比如说 我现在正挤公交车呢 我在公交车上站着呢 电话响了 我如果腾着手里接电话呢 我可能就会摔倒啊 因为公交车 他人比较多呀 或者说路不平啊 什么的 对吧 但是你要发一个微信呢 你就 直接微信留言啊 我已经在什么地方了 大约几点钟 能够见到你啊 那一会儿我等 在公交车上 坐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 留言嘛 对吧 所以 也许是人和人 这种 不同的这种 认知方式吧 大体是这样吧 接着走 今天早晨 坐公交车 这个体验 真的是很差 也很无奈啊 也行吧 反正就 算是增加一种 在美国的这种 人生体验吧 我总觉得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无所谓 说 看这是花啊 这个花经常有人浇水吗 我总觉得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老天爷在安排人生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说 给一些人 以长生不老的 这个待遇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这一点上 老天爷是非常公平的 他可能 让人这个生命呢 比如说几十年 或者有长寿的一百年啊 或者一百岁啊 就是让人们在这一个时间段之内去尽情的去体验人生 对吧 他可能更侧重 老天爷更希望 更侧重你去体验啊 就是希望人们去体验 而不是说让人们去去争取某一种也行吧 当然人也有这种阶段性的目标 阶段性的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这个肯定有 但是我觉得从一种终极的目的来说可能还是很充实的去做事情 然后对吧 尽可能多的去体验人生的 对吧 这种各种滋味吧 对吧 当然如果一切顺利 当然好 只不过 如果一个人一直很顺利的话 可能会容易变得很浅薄 很容易自我膨胀吧 也许是这样 接着走 现在太阳出来了 挺好 深深的深呼吸吧 把这个早晨吸进的这个灼气 把它呼出来 我看我可不可以 没有车过吧 也绿灯了 一会儿走到地铁口的时候 其实刚才我已经路过 我看路过地铁口了 只不过现在地铁没有开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停 你看公交站盘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标志 不知道是哪一个站点 可能看不懂 到这边 然后也有这种的站盘 就是非常简单的 说标了一下 14 14R 14R呢 去代理城的地铁站 这边早晨 垃圾遍地 这种感觉 就是这么一个景象吧 当你来到美国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跟以前所看的美国那些大片里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 对吧 会非常迅速的 就是让你从 以前的那种虚幻的印象里解脱出来啊 就感觉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我们接触一些人啊 远远的看着很漂亮啊 一些女士吧 化着浓妆的女士啊 但是如果一旦系列装 对吧 那么就可能露出这种猙獰的面目啊 对吧 如果一旦翻了脸呢 可能就更恐怖了 这个是 这个是棕榈树吗 棕榈树的叶子 这种大的叶片 这叫棕榈树吧 我分不清 什么叫棕榈树 什么叫椰子树 什么叫槟榔树 我感觉都差不多的样子 感觉 对吧 我觉得椰子树是不是也长这样 我分不清啊 因为我是一直在北方长大嘛 我对南方这些树不太陡 前面这个是棕榈树吗 感觉很像啊 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概念 深呼吸 深呼吸 这边右转是可以的啊 就是对面是虽然是红灯 但是可以右转 对右转的并不限制 这个鸽子很孤单 一个人在这走 我不追你 没事 你不用跑 我这 两个 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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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些垃圾箱按说是应该 前一天早晨就 不是 前一天晚上就收走啊 为什么 早晨还有呢 我印象里是半夜就把这个垃圾箱收走了 为什么他还早晨也没清理呢 这垃圾清运工也是分成早班和晚班吗 也许是吧 这边啊 又一个棕榈树的大叶子 这么大的一个树叶 这边是电影院啊 这边曾经情节那天 好多年轻人 在这边跳舞啊 我也跟着他们跳 也挺好吧 我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一会儿自己不年轻了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更有火力 然后从健康这个角度 一般年轻人整体上会更健康吧 身体健康 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体内积蓄的这个毒素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对吧 你积累的毒素呀 甚至一些病菌病毒可能会越来越多 年轻人可能会相对 今天咱们买那个青菜一样啊 这个新鲜的青菜呢 新鲜的青菜呢 肯定就更好吧 对不对 更安全吧 对不对 然后如果时间长的青菜呢 是不是就积蓄了很多细菌呢 我就是属于那种时间长的老帮菜 老帮菜 往前走 前面有个地铁口啊 希望能够到前面地铁口的时候 它能差不多要快开门了吧 这早晨 这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就到那边转转转转转 你看这是扔的这个垃圾 哇塞 这是什么呀这是 这是 污秽不堪的 早晨一些鸽子在这边 找吃的 这边鸽子还挺幸福吧 不用担心被吃掉 看他们 一大早晨 这个鸽子先在这巡街 啊 飞走了 飞走了 我不抓你 没事 不要怕 不要怕 再有两个路口 就到地铁口了 这边走得有点累了 但是 早晨坐公交车 所吸入的那些浊气 还没有 还感觉 啊 还有这个浊气吧 在这个胸腔里啊 这样的 但是这边 虽然公交车 上面人很多 戴口罩的很少 我只见到一个华人女性 戴着口罩 其他的那些老外啊 包括其他一些华人 都在车厢里 那么聚集 美国这边 每年流感 也有很多人被传染嘛 也很可怕的 流感 我在美国这两年多 也感冒了若干次的 都是挺过来的 没有去医院 完全是自己 咳嗽的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整宿咳嗽嘛 然后就吃了一点 什么去唐人街 买那个可特林片 是广州 是广州白云山那边 这叫长产的吧 一盒好像是 三美元多 它那个成分 是什么什么树叶 叫什么树叶 它是繁体字 不太认识 是氨树叶吗 那个胶囊 是透明的胶囊 里边是那种 淡黄色的那种粉末 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反正就是吃了那个药 后来在可酥呢 今年在可酥呢 就去唐人街 有华人药店买的气管烟丸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吃过 土人堂生产的气管烟丸 那种白色的那种小水丸吧 然后还有什么药 还有那种什么穿背 买的那个穿背的粒 以前我听着穿背 我以为是一种海产品呢 结果后来 你看 就是一种像艺人米粒一样的 白色的圆圆胖胖的 那么一个米粒 穿背 以前国内有叫舌胆穿背叶 只可的吧 但是在美国这边 就好像没有舌胆 这个穿背了 前面就到地鞋口了 我就准备去等地铁了 这样的 这个写的什么 这个写的是 500美元的报酬 回报 为了两个黑色的衣服 捆衣服的护照 你的国家停车探险版 可能在阿迪达斯白包里 或者带着绿色的什么拉亮 有什么什么价值 情感价值吗 谢谢你 两个黑色的布的布袋 护照对你的国际 看不懂看不懂 就是说你找到这个东西 还给我呢 不用外货钱 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纪念价值吧 意思是说 这东西你留着也没用 你捡了之后也没用 对我来说是有纪念价值的 我愿意给你500美元 作为一种报偿 如果你还给我的话 什么布置的布袋 布兜 什么什么护照 布兜 就是意思吧 这边是一个地铁口 我就准备在这边等地铁咯 是往左拐还是直接走 他这边啊 这个垃圾 雨伞什么 他这个地铁口呢 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 地铁口是有四个啊 东南西北各一个 这边呢是两个 斜队着 一个是在东北角 也是在西南角啊 直接走 就到西南角地铁 到这边看看吧 大约是到7点50左右才开啊 这个地铁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等一会儿吧 这边的中餐馆已经开门了 中国快餐 已经开门了 这一早晨忙的 这一早晨 转了一个多小时 瞎转悠了 也行吧 也有收获吧 就是更了解美国社会了嘛 这边流浪汉在这块睡大觉呢 他们也是很不容易哦 再见了再见了 我坐地铁去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坐地铁去咯